政府刊憲 實施臨時措施應對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其中兩項公告已在剛6時開始實施 包括規管食肆的經營 以及關閉六類場所 包括戲劇院、球場等等 新措施至少實行2個星期 酒樓晚市前準備留面 這日多了點工夫 除了每張桌子要相隔最少1.5米 最多也只是坐四個人 堂食座位也只能是通常數量的一半 顧客入座前要量體溫 食肆也要提供初手液 餐廳裡人人都必須戴著口罩 只有吃東西期間才可以脫 三個… 六個人來吃晚飯也要分兩台座 今天一起就要比較冷 但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大家都為了別人也好 自己的身體也好 熬過那十幾天 大家都給點耐性 會不會叫了雞 或者叫了魚 可能拿到旁邊的桌子交換 不會就不交換 現在這樣的環境不會交換 不想分開坐 有人就決定 享用酒樓外賣八折優惠 自己拿回家吃 這麼多人 不讓人坐在一起都不選擇 有時不想煮 什麼姐妹想出來吃頓飯 不過也是為了安全 也是對的 至於面積一般給酒樓小的茶餐廳 卡位不能動 負責人就安排食客隔桌地坐 遲些再用塑膠板分隔座位 但是說座位少了一半 生意也會少超過五成 因為我們每個員工配合都有家庭 他們都要交租給家用 所以寧願我們開著門 涉本我們都做 希望我們的員工保持收入 有業界代表就認為 維生措施對生意 未必有太大的影響 大家反而有信心 因為現在我們的防疫工作 都做得挺足 碗要錄過 員工的防疫工作 做得很緊 而員工飯堂和工廈食堂 又受不受規管呢 政府說只要有提供餐飲業務 就需要配合新的規定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導